多年来代理孕母这个话题 持续是全球热门议题 反对以及赞成的都大有人在 但是对于苦苦无法受孕的夫妻们来说 代理孕母是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今天我们再度为大家请到了 妇产科不孕症权威 也就是耳湾生命试管婴儿中心的院长 叶链医学博士来到节目当中 为大家讨论代理孕母的问题 叶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 您好 其实这个代理孕母的这个话题最近 我知道在 我想你大概不会去跟台湾的娱乐新闻 但是在台湾这一阵子非常的热门 最主要是发现说有一些女孩子 是真的就是天生无法受孕 那当然有的人会觉得说 现在不孕症的问题很多 有这个疗程可以有办法解决 但是如果说你真的就是 比如说你子宫没有 或者是说你真的就是完全无法排卵 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找这个代理孕母 对不对 那到底找代理孕母的这个病人或者是客户 他们的原因多半是什么呢 总结一下代孕的原因不外乎两个方面 一方面所谓医学方面原因 那么所谓医学方面原因 另外一方面就是社会学方面原因 OK 所谓医学方面原因主要是病人 比如说刚才讲的没有子宫 有病人说因为宫颈癌做了子宫全切 但是卵巢还保持这个地方 所以这病人还是有生育能力 那么就是她不能自己怀 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女性 她有很严重的心脏病 或者系统性红帮蓝仓 所以这个怀孕会有危险 没错 那么还有一些女性 比如说她子宫条件非常差 她尽管有子宫 但子宫条件很差 比如说这种女性 她年轻时候做过多次人流 挂工挂得很 伤到子宫的脸 子宫都会非常薄 怎么重就重不上去 那么还有一些病人就是 有很严重的子宫陷积症 那子宫想求行 那么很大子宫肌瘤 她也不想做手术 像这种情况的病人 没有办法自己怀 然后这种病人就需要带病 所以这个是病理医学方面的 医学方面的原因 那么社会方面的原因就是多了 那就举个简单的例子 就是说像同性恋者 比如说双方都是女性同性恋者 那么那就是她没有精子 她需要用精子供精 因为精子之后就是 胚胎 胚胎就是来 通常女性同性恋者很有趣 她就是一般是一方提供卵子 那么有另外一方来怀孕 那这个另外一方来怀孕的 实际上就是代孕 分工合作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男的同性恋 那当然就毫无疑问 就是她精子 一定要找到卵子 然后找到卵子之后 收精做成胚胎 然后通过代孕来怀孕 那么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一些女性 高龄女性 那么我们最近就碰到几个 就是高龄女性 就是她失去了唯一的孩子 就是所谓的嗜毒家庭 那么我最近有一个班中 一个台湾的病人 就是已经58岁了 太太58岁 先生63岁 失去了唯一的儿子 所以这病人对夫妻来说 是打击很大的 所以通过捐卵的方法 通过代孕 让他们生了一对龙虹胎 这病人真是 这个生命又有了新的希望 忙到没有时间 伤心难过 没错 这是一种 对于生命的一种重生 对他们来说 一个新的希望 所以这个也必须要 仰赖这个代理孕母 没错 当然还有一些特殊情况 某些人是因为特殊的职业 没有办法怀孕 或者说舞蹈演员 什么 他们不希望自己能怀孕改变身材 那就是说 所以说 归得因为社会去方面的原因 所以原因有很多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似乎找代理孕母的需求 是不是也有升高的趋势 没错 有越来越升高的趋势 那当然就是 我们一直还认为 有一种误解 这里面我特别要强调 就是很多人就说 迷思就是认为 我年龄大了 那我自己怀不上 那我找个代母 我就怀上了 实际上这是个误区 实际上人的卵巢 卵子会老化 但是子宫不会老化 这就是为什么 有时候我们听到一些新闻 就是妈妈帮女儿怀孕 没错 就是对怀孕的 对 你说实际上 年龄最大的人怀孕的 就是一个英国的妈妈 74岁 帮她女儿怀孕 那女儿呢 是因为有子宫切除 所以说没有办法怀孕 这个妈妈替她怀孕 所以说人的子宫都不会老化 那只要你 比如说 尽管你结晶之后 好好保养的话 好好保养 那么就是绝晶了多年 还照样可以怀孕 那我们可以通过 用药物的方法 用接触 所以重点是这个胚胎 没错 如果说胚胎老了之后 你即使用怀孕没用 所以说很多病人 45岁 50岁 那么她就说 我年龄大了 没关系 我可以找个怀孕 这样这是个误区 那么关键的还是 因为卵子老化之后 即使找怀孕也没用 所以这样子的话 就让我联想起来 就是说如果说 那这样是不是跟这个冷冻卵子的 这个技术要相互相承 没错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 就是女性年轻的时候 就是在30岁到40岁之间 这段年龄段 如果是还没有伴侣的时候 抓紧时间冻卵子 你有了卵子冻起来之后 那你年龄大的时候没关系 你40岁 50岁 照样可以生孩子 因为子宫不会老化 没错 你还是可以经历这个 这真的是很有趣 所以说就像您刚刚说的 有一个应该算是一个迷思 就觉得说反正我以后找代理韵母 多段年前找 但是代理韵母只是 其实我常常会讲 我说这个代理韵母 就像是一个好的烤箱 它是要烤你这个胚胎 胚胎是 但是面包一定要好 没错 对不对 这个烹出来的这个面包 才会真正的很美味 是不是 所以其实这个代理韵母 有很多的这些迷思 还有这些疑问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 但有的人也会有点好奇 就是说到底是 什么样的人会去做 这个代理韵母的 这一份算是职业 但是我们稍微休息一会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等一下再回来 继续请教我们的夜莲博士 马上回来